接著我們要來玩這個光敏電阻 那光敏電阻也是我們內建在裡面 內建在裡面 所以您可以看到我們在腳位上 我們剛剛在介紹的時候腳位就是這個AD 有沒有 它就是光敏電阻 但是在積木上面它是寫A0 那這個我有問過 剛開始我也不習慣 因為ADD跟0長得很像 所以它在那個 這個部分就是用A0的這個腳位 那你看這是我們家的 我們家的那個開影機 這裡有一個光敏電阻 有這一顆以後就是右手邊這個字 省電奇蹟 這樣了解 因為我們不在辦公室或不在家裡的時候 燈就比較暗 它的那個就不要 因為大家都知道開影機 算是家裡面除了冰箱冷氣外 甚至最耗電的一個 所以你人不在那邊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那麼高的溫度 那就把它降低 就是這樣 那我們小葉燈也是一樣的道理 對不對 那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試看看囉 光敏電阻因為它是預設的 所以也不用改 只有改腳位就好 那您來這邊看一下 好這裡我就丟掉囉 你可以把下面這些丟掉就好 好不好 好這裡我把它丟掉 其實也不用了 等一下 沒關係先丟掉 我們先找這裡 光敏你要先找到它是屬於哪一個類別 請問它是屬於哪一個類別 你覺得這個裡面哪幾個類別 輸入輸出 輸入輸出 好 沒有 沒有 所以今天不能去買樂多 對啦 偵測環境了對不對 包括插暗波溫度濕度 是不是都跟環境有關係 光線的變化 光敏電阻是不是要感受光線的變化 好就這一個 還有土壤的 還有什麼 三軸的 好三軸的 所以我們找到這邊 光敏電阻 有沒有裡面的就在這裡了 那硬體要先抓出來 所以我們把設定的丟出來 但是要注意一下喔 腳位對不對 腳位預設在A5不對喔 我們是哪一個 A0 這個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好 這裡有了 我們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蛤 到底偵測到什麼啊 我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回到簡報這邊 原則上您可以發現 就是我們光敏電阻偵測到的是0到1之間 0到1之間的數字 順便問一下大家 我們那個投影機啊 它的亮度是用什麼單位 你有注意過這個 流敏對不對 我們光敏電阻偵測跟這個沒有關係 它就是利用那個數值 它只是偵測到0跟1之間 就是回傳的數值 回傳的數值 所以我們先把那個數值顯示出來 那我現在呢 在網頁互動區 我們就來用顯示文字 來您看一下 右手邊 記得喔 層次機目要改的時候 要停止一下 來 燒杯打開 換到顯示文字 那怎麼樣把它顯示出來 你看喔 環境偵測裡面的光明 你先把這個丟出來 因為我們當有偵測的內容 要放在這個裡面 它才會偵測 就是要放在這個機目裡面 你如果丟在外面這邊就不行喔 有不 放在這個 放在這個裡面 那現在呢 要開始偵測了 我要把它的數值顯示出來 要顯示在哪裡 我是不是要顯示在右手邊這裡 所以右手邊是誰控制的 是在這裡控制的 要找這邊喔 分清楚了 所以顯示文字按一下 有沒有一個顯示 我就告訴它 我要開始偵測 但是要顯示出來 當然你要直接指定大小顏色都可以 因為這就是網頁嘛 右手邊這就是網頁 那我先不 不弄這一塊 我要顯示哪一個 環境偵測裡面的光明 有沒有看到它這裡有個偵測的數值 中色的把它丟出來 就這樣就好 有沒有 我有硬體 準備好了 腳位先確認一下 開始偵測 把偵測的內容顯示出來 我們就play一下 有沒有跑出來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看 這裡 當我按住它遮住它的時候 A 容許我 給你一個建議 有的人會遮錯 因為有的人會遮這一塊 怎麼都沒有變 請你找右手邊 有沒有 有沒有數值就有變化了 那我們剛剛講它是介於0跟1之間 怎麼樣可以讓它變成1 手機拿出來 蛤 手電筒很久了呀 最強就到1 最暗就到0 不過因為你用手 其實很難讓它完全 就是不透光 它還是會有一點點 這樣 有比較清楚 你看我拿到這邊來 拿到這邊 是不是就比較高 所以你要先確認一下 我們現在現場的環境的那個光線值 你等一下在做判斷的時候是比較容易 這樣OK 所以我的大概就是0.2到0.4左右 那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數值好長好長 這樣有點害怕對不對 因為我們平常在用的時候 大部分都用什麼 你看像我們外面的濕度也好 紫外線的強度 所以轉換成0到100的數字 大家看起來比較習慣 所以這邊我們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你在寫層次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做所謂的四折五入 對不對 在這邊 四折五入在進階功能裡面 有一個叫數值轉換 好 數值轉換 這就是四折五入 你可以選擇 要到幾幾位 不過這裡 容易有一點點搞混 為什麼 因為有兩個四折五入的積目 有兩個四折五入的積目 您來看一下 在這邊 在進階功能 我們正確的是在進階功能裡面 有沒有一個數值轉換的 第一個 這裡 這是正確的 那我要講錯誤的嗎 這樣會不會誤導 錯誤的 有人會找基本功能 裡面有一條數學式 他會找這邊 四折五入 這裡有 有沒有 這裡沒有 他就是四折五入 就是整數了 所以你會發現 你永遠都是0 就是沒有後面的 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我們是在進階功能裡面的數值轉換的第一個 你看 我丟出來 我會把它塞進去 有沒有 那你要告訴他 你要到小數點計幾位 假設我到兩位數 我們再比例一次 有沒有發現這樣看起來比較人性一點 至少是小數的 不會有那麼多數字 那這樣還不夠啊 我們是不是要再把它轉換成0到100 所以呢 這個就像我們在看地圖的時候 左下或右下不是會有比例尺嗎 跟它概念是一樣的 你一樣找數值轉換 有看到尺度轉換嗎 就是這個 因為你轉換過之後 我原本是0到1 轉換過之後 把它轉換成0到100 我只是把那個比例放大 比例放大 所以我再把這個積木丟出來 把原本塞到人家裡面去的 就再塞進去 這樣可接受嗎 對不對 本來是0.3 轉換成0到100是變30 好 那我就停止再拍一次 這樣有沒有 但是這個後面有時候會跑出來 是因為那個來不及 它可能程式來不及那個 這樣有看到了 對不對 那請問你可不可以後面再寫一個 再幫它寫一個亮度 多少 類似像這樣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字串 所以我們就回到這邊 顯示這個 但是你可以再加 我這樣會不會講太多 越講越複雜 先這樣就好了 先這樣 你能夠讓它看起來比較 輕輕一點的數字 記得在數字轉換這邊 四蛇如大忌幾位 還有尺度轉換 都在這個地方 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顯示的積木在哪邊 跟互動區有關 互動區你要換成顯字文字 這樣就可以 這樣各位偵測到的數值 應該接近吧 我們這個環境應該是接近的 應該不會差到 但是每一個還是有不一樣 除了你坐的位置以外 每個感測器其實都會有差異 都會有差異